導管的治療其實 簡單的講就是不開刀 能夠用一個管子來做所有的事情 那最主要的發展當然是來自於心臟的血管 我們知道心臟其實只有拳頭那麼大 可是它很重要 你剛才沒有聽說哪個人心臟不跳還可以活的 活的你還是要靠一個代替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心臟的補助器啊 或是人工心臟啊 總是要有一個代替的東西 你的血液才可以循環全身 那這個 那麼小的心臟 它會 你知道你一天心臟跳幾次嗎 你知道 十萬多次嘛 在座的可能有一半人跳不到十萬次 但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不過你一輩子有人算過 就是你的心臟這樣跳啊跳啊跳一輩子 你打出來的血 大概夠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層次用一年 你剛才講大概是這樣 所以心臟是非常重要 而且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努力在工作 那其實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這兩條大血管 所謂大血管多大 就是跟你那個原子筆的筆心一樣大 大概三個毫米到四個毫米這樣子 所以你應該有一個很直覺的想法就是說 哇 那 搞了八九十歲 你不塞才怪 對不對 那麼細的血管可以維持 那麼多你都不塞 那才奇怪 所以以前你都沒有聽過心臟病 說什麼患狀瘡患心臟病 其實 我想 一些比較資深的這個 的聽眾大概都可以了解 在年輕的時候 在各位年輕的時候 其實台灣沒幾個心臟病的人 這種心臟病 那個時候的心臟病都是風濕性心臟病 半膜的 先天的 為什麼沒有這個病 不是窮 是因為活不了那麼久 那時候平均年齡 大概只有六十歲 現在其實沒有太多這種病人 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有一天到晚都聽診啊 聽心雜音啊 那個時候做心老闆 也不是做這種心老闆 可是等到現在 我們百分之九十的住院病人 大概都是這種病人 所以 整個病隨著年齡的變化 也在改變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病 就是發生在 這兩條血管 就叫冠狀瘡患 為什麼叫冠狀瘡患呢 就是像給心臟戴個帽子 我們天天氣冷大家都戴個帽子 戴在心臟表面的這兩條血管 就是冠狀瘡患 就是冠狀 那冠狀瘡患發生什麼事 簡單講就是冠狀瘡患 就是因為今年累月這個脂肪的堆積 在血管裡面造成了血管的狹窄 或是塗塞 看這一張圖 因為埃及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見到冠狀瘡患化的人 因為他們做木乃伊 其實 埃及的歷史裡面就有記載 這個 有一些皇室啊 這些人做木乃伊的時候 就看到他的血管就有自知了 自知的長看不掉 這應該是餐厚 我以前講這個的時候 有的人就跑去玩火 這就是 黃色的都是脂肪 紅色的是有點出血 我們有一種染色可以把脂肪染成紅色 你可以看到這個黃黃的染了以後 多半都是脂肪 這是大體上這樣看的 把一個血管剪開 就長這個樣子 那什麼 那什麼 歐洲人跟美國人就很好奇 他們把這個 埃及的木乃伊 就 拿去做電腦斷層 很流行電腦斷層 在斷層大家現在都知道可以看心臟的血管 有沒有堵塞 至少可以看有沒有概化 這是一個55歲的埃及公主 死的時候聽說是突然死的 根據歷史記載 他們就看他的血管 結果發現 他的兩條冠狀動脈 就有嚴重的概化 55歲 有記大嗎 有大 再化成這個樣子 搞不好還輸給你們在座很多人 他是 告訴我們兩件事 第一個 有人說這種病是文明病 不見得 那麼早就有了 也不是現在才有的病 結果我們一開始說 是因為活得不夠久 所以不會得這個病 好像也不進來 所以這個病其實是蠻複雜的 有些人也許年紀輕輕就生了病 可是有些人呢 七到八十他也沒事 所以一輩子也沒這個病 所以這個病的成因也是很複雜 那值得大家再多想一想 我想多想一想之所以 跟我們今天的主題其實是有點關係的 這個是 剛剛講 重的切你就看到一大堆的油 那橫的切呢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結構 那血管本來那麼大 現在只剩下這麼小一圈 這一個小一圈是通的 外面這個黃黃的全部是 萬十幾 有百分之七八十是 蠻不足 它還是有一層一層的這種 紅紅的深紫色的 深紫色的是一種纖維組織 紅紅的是有一點粗血 如果把它看得比較清楚 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比較淡的染色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脂肪 脂肪裡面有一些條狀的東西 那就是膽固醇的結晶 所以 這個我們叫做硬化斑塊的東西呢 它有一個脂肪的核心 脂肪不應該出現在旋轉的管壁 正常旋轉的管壁不應該有這個東西 那身體有外來的東西呢 它就會產生 發炎 什麼叫發炎 發炎就是 要把它清一清 就是發炎細胞就會從 血液裡面 鑽到外面來 然後把這些 脂肪吃一吃 吃一吃要把它帶走 這個就叫做 發炎反應 有的時候呢吃得太薄了 就走不掉了 就像那個 那個兔子跑到 跑到農夫的田裡面吃飽了 以後鑽不出來 裝不出那個柵欄一樣 裝不出來就死在裡面 那這個 堆積在裡面的 這個就是脂肪核心 發炎以後呢就會結巴 結巴以後就會產生纖維組織 所以這個 脂肪核心的外面 就會有一層薄薄的 纖維帽 我們叫纖維帽 纖維帽的附近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發炎細胞 這就是我們講的動漫硬化的方塊 把它放大來看 裡面就是這個 條狀的就是 膽不存的接近 這個像泡泡一樣的東西呢 就是 吞飽了脂肪 然後 走不掉 死在血管壁裡面的那些 白血球 吞噬細胞 我剛剛講 這個纖維帽 接觸 血液跟這個 血管壁中間的這一層呢 也有很多的發炎細胞 發炎細胞其實有很多的功能 我剛剛講 最直接的功能就是 它從血液裡面 鑽進來 要把這些東西帶出去 那 它要進來要出去 要經過一些纖維組織 對不對 那所以它 也會 分泌一些東西 溶解這個纖維蛋白 讓它能夠容易鑽進鑽出 那如果 狀況剛剛好 它既可以進又可以出 就會把這些東西帶走 那剛剛也講 它如果進得去 可是呢 出不來 因為脂肪太多 吞飽了 人鑽不出來 那有可能就堆在裡面 那這個纖維帽 跟這個 斑塊 就會越長越大 可是有時候 總會擦槍走火 什麼叫擦槍走火 就是 這些發炎細胞分泌 分解這個纖維蛋白的 這些東西 這些酵素太多了 所以有時候會把 這一層纖維帽 變得比較鬆散 它有時候就會 崩裂 崩裂 崩裂就像這樣子 就裂開 裂開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不應該接觸到血液的 血管壁的組織 就接觸到血液 等於是血管裡面 產生了一個傷口 現在去拿刀子割傷了 身體的反應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止血 怕你流血不止死 翹翹 所以 在身體血管裡面的傷口 也是一樣的 當這個 組織接觸到血液 身體第一個反應 就是血酸 血快 其實它本來的好意 好意 好意就是要把它扶住 讓它不要再出血 那問題就是說 這是一個有限的空間 當這個管腔比較小 血塊很大的時候 就會塞住 會塞住 你說你講的是真來假的 那這都是過去的研究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出血 這代表什麼 表示這個人的斑塊 曾經列過一次 黑的時候產生一個血塊 結果有沒有事 沒有死 傷口又長得好 傷口只是塞得更厲害 可是病人沒感覺 說不好聽 現在在座身上 搞不好都有 現在進行死 搞不好我也有 沒事嘛 可是呢 斑塊會增長 斑塊會增長 有的人說 斑塊為什麼會長大 我告訴你們 只要出學一次就會長得很快 你看這個人就很倒楣了 這邊有一個 很早很早 破過一次 癒合 破第二次 又癒合 破第三次 不是悄悄 前兩次 你我一樣 要不要此次呵呵聽點講 在這一刻發生之前 他都以為他很愉快 這樣也不錯 所以啦 1990年 有一個心臟科醫師 我想他是有失眠症 做了一天 做了一個試驗 而且不是做一個試驗 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所有急性心肌梗塞 跑到醫院的病人 他都給他做血管攝影 心肌梗塞就是血管完全肚死掉 血流過不去 所以肌肉壞死 就叫做心肌梗塞 他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是正常的血管 這個是負片 負片就是黑白天倒 就是看起來這個白色 這條血管至少 你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那這條血管就不一樣了 你如果在胸痛發作之後 比如說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跑到醫院去 他去給你照相的話 他會發現血管都是塞住的 可是你如果是發作胸痛以後 三天五天以後再來 他也幫你照相對不對 這個時候發現 這個血管多半是空的 這個發現告訴我們 就是一開始啊 造成心肌梗塞 塞住的東西是什麼 可以來也可以去的 是什麼 是血栓 這個觀念 就影響了之後的治療 這個不過是90年代的事情 這個病人是心肌梗塞過世的病人 就可以發現說 他在這邊有一個斑塊 這個斑塊裂了 事實上他殘餘的管腔只有那麼一點點 所以斑塊裂了以後呢 產生一個血塊就把他堵死了 堵死了以後 血過不去就一直往背塞了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支最大支的血管 所以他一塞呢 有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的肌肉都沒血了 然後病人當場就掛掉了 掛掉以後呢 就看到他的血管 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那怎麼樣治療 快把血塊呢 融掉啊或拿掉啊 就可以救他 所以在90年代 因為這個人睡不著覺 就搞得全世界人都睡不著覺 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血栓溶解肌治療 只要你到急診室 懷疑是心肌梗塞 你就要打血栓溶解肌 越快打越好 因為血管堵塞 30分鐘 肌肉就開始快死 多個小時以後呢 就該死的都死光光了 所以有人三天以後跑到醫院說 那我趕快把血塊通通啊 沒有啦 那個肌肉該死的都死光光了 這等於是炸彈已經炸掉了 也沒什麼好收拾的 所以急性心肌梗塞 你必須要搶時間 就是你越早去把這個血塊清掉 它就能夠救越多的肌肉 所以這個觀念就改變了整個治療 我舉這個例子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病啊 真的是千變萬化對不對 你可以完全沒有症狀 你也可以一下子就要你的命 絕大多數的人走的都是這一條路 就是 慢慢的塞 然後呢 有一些小的破裂 破裂以後就愈合 然後越塞越嚴重 塞到一個什麼程度 我們正常情況之下 只要塞的不是很嚴重 血管還有彈性 在運動的時候 它自己還會髒縮髒縮 那就還夠用 可是呢 它塞到非常嚴重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固定的狹窄的時候 你在運動的時候 它也沒辦法順利的張納縮 來適應你的需要 那這個時候 就會產生運動以後的心腳痛 或是胸奔或氣喘 那你就會不舒服 那我們就叫做狹心症 因為你有心腳痛 你就會跑來看醫生 這樣子 走這條路的人 佔絕大多數 九層以上都是只有這條路 可是你們知道的或你們聽到的 都是報紙燈的 都是走另外這條路 這條路走的很少 那如果那個人又姓廖 又姓什麼麻 那就大家都會知道 然後第二天門診的人 就會增加30%這樣 因為大家就知道說 喔誰誰誰又姓肌根塞 其實那個是少數 可是這種 沒有辦法預期的事 就會讓大家非常非常恐懼 那你壞死的肌肉越多 你將來心臟就會衰竭 最慘的是 當場 如果心臟因為肌肉損傷 電位不穩 開始亂跳 然後這個亂跳呢 又沒有辦法及時救助 就馬上再見 所以這樣子的案例呢 就常常會上報 尤其是名人 這樣子的案例呢 其實比較多 可是沒有人會去檢 我們剛剛曾經簡單的提到說血管攝影 那聽起來好像都很 剛剛的常見嘛 那血管攝影是誰開始做的 當然是人開始做的 什麼人 黑眼 黑眼是一個德國人 叫Porsen 他做的時候當然沒有那麼老 開始做的時候沒有老 開始做的時候很年輕 他才26歲 做了人類第一個新導管 在西元1929年 他現在美國有一家醫院 就是你要去那邊學新導管 你要遵守他一條規定 就是你要被他做新導管 他不管你有沒有病 就是你要讓他們的醫生幫你做一次新導管 你才能去那一家醫院學準做新導管 這樣聽懂嗎 因為他說你沒有被做過 你怎麼知道病人什麼感受對不對 你就不會很仔細的 會亂戳亂弄的 那等你自己被做過了 你就會知道說 喔 我剛才很小心 就把人家弄壞了 所以你要很尊敬 這個Porsen 醫生 為什麼 他第一次做是自己做 在那個年頭啊 根本沒什麼新導管 所以他就自己把那個手臂劃開 把那些靜脈找到 因為當時不敢搓中脈 他就搓靜脈 拿一個尿管 最小號的尿管就把它搓進去 然後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送到不能送的 想說該到心臟了 怕人家不知道 所以他就到樓下S房室 照一張片子 照一張片子也留下來了 就長這個樣子 就有一個尿管這樣 他就插插插插插插 還好沒有 尿管不夠長 就真的進去了 就停在 大學管裡面 基本上有六星房 他幹嘛要做這個事啊 因為那個時候 1929年 心臟被認為是醫學的禁地 禁地就是禁止的禁 這地方 你要是看到人的心臟的話 只有兩個情況 就是病人已經死掉了 就是他快要死掉了 所以就是醫生不能夠痛處的地方 可是那個時候也知道急救的時候呢 可能讓藥物早一點到心臟比較好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無聊的想法 因為你打點滴 他兩跳以後就到心臟了 對不對 可是Moston他的想法只是說 我要是放一條管子到心臟裡面去 那個藥可以快一點到 他這個也是有道理 因為心臟如果已經快要停止不跳了 你的循環也停止了 那這個時候 你從點滴裡面打藥或從其他地方打藥 他也會往前走 也進不到心臟裡面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可是他雖然很成功的做成了人類的第一個性老闆 可是他的老闆並不買單 所以這個是金氏駭鼠的作法 離經叛道就把他帶了掉 所以他很可憐 就從此離開了心愛的心臟狂 說這個觀念 其他的醫生就繼續發揚光大 這個是在美國的醫生 1930年兩個醫生發明了一個叫 一個當時有一個材質 可以在冷水裡面讓那個材質塑膠變硬 可是放到身體裡面的體溫的時候 就可以讓它變軟 所以他們就敢大膽地把它放到血管裡面往前推 所以這個導管發明了以後 這兩個其實他們不是醫生 他們是生理學家 他們就做人體的試驗來做右心的導管 為什麼講右心呢 因為心臟跟左邊右邊1932年他們做 我們講的右心導管就是從靜脈進去以後 如果上腔靜脈或者是下腔靜脈進到右心房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要拐個180度 就是更大 彎上來 彎上來以後還要再彎 彎下去 所以這個技術是有一點技巧的 現在並不是很多醫生都能夠操作得很順利 這兩個生理學家一輩子就只看這件事 就是把這個管子放進去 然後再量一量壓力 抽抽血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就這樣就得了諾貝爾獎 1956年 因為他們這樣的貢獻 你說這貢獻很大 貢獻很大 因為他可以了解一些心臟的疾病 因為心臟那個時候是不能碰觸的地方 竟然有管子進去又出來沒死 所以這很偉大 所以這個就得了諾貝爾獎 1956年就發諾貝爾獎給他們 頒獎的時候開始去找誰是第一個 就找到Postman 這個人才第一個 另外兩個都是過來的 他差了三年 1929年他最先通 他找到哪 找到他的時候他在幹什麼呢 改行改行做另外一個科的醫生 做泌尿科 還是喜歡插管子 反正喜歡插管子的人 他一輩子都要插管子 德國那個大學那個 就請他回去 說能不能拜託你回來 再做心臟科學了 他回去想一想 算了 他說我現在如果開始跟他們兩個人這樣做 我可能要做十年 那十年我已經老了 所以外國人就不錯對不對 他很神奇 他做法很重要 雖然很打開 就是他好像是 他說他像個圓丁 種子重了以後就退休了 然後另外兩個現成 結果頒獎的時候還要分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人這樣 有點遺憾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心臟管 其實開展一個 甚至在心臟學上面檢查一個 另一個領域 剛剛講的是靜脈 大家靜脈的興趣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靜脈的病比較少 然後靜脈能夠做的事情也比較少 現在看到 就是說醫生啊 在那個年代也是會碰到說 有一些人突然夢奇 然後就有心臟人才死掉 那大家也都知道是動脈去塞到 可是 等人看到動脈到底發了什麼事 所以很需要去看動脈 動脈就是靠左邊 就是靠左邊 左心的這個動脈血管 動脈 動脈大家都知道的話 那個出血不是好玩的 對不對 是飆的 十分鐘止不住 所以 左側的心臟管 也是發展的 然後 看到這個 那邊加平是這個人 這個是一個美國人 他想到說 我要是發明一個管子 尾巴可以這樣捲起來 這樣捲起來 我放到血管裡面去以後 我往前推也不會死 我也會有死 剛剛那個管子 雖然很軟 可是 在動脈裡面搓還是很會跑 所以他用這個 我們叫豬尾巴老闆 尾巴一樣 塞進去的 比較安全 他也真做出來了 做出來了以後 也真的放到動脈裡面去 往前 心臟很好 照得像 沒筆死 膽子就大了 再往前推 推到心臟裡面 做這個 動脈的伴活 塞到心臟裡面去 心臟裡面照相 也不死 而且呢 看到了旁邊這個 寬裝動脈的影子 就高興了 終於 看到想要看到的動脈 可是呢 好像是隔了一層毛布裡 對不對 不理看的話看不清楚 所以 既然有了成功的案例 他的醫生當然會想其他的辦法 就想 你能不能夠 用比較軟的腕子 尖端比較軟 這個形狀比較好操控 真正的勾到 心臟的血管 真正的 放到 冠狀動脈裡面照相 1958年 人家第一個 冠狀動脈射養 看起來 也是 衝擊也很糟 管治也很糟 1967年呢 剛剛講的 這個美美嘉平 是個醫生 發明的主委 大導管 研究 大動脈的相關解剖 他做了一些 特殊形狀的導管 這些特殊形狀的導管 他做了什麼 放到大動脈裡面 他自己都到這個 冠狀動脈的開口 從此以後 我們就可以 適應各種不同的需要 找不同形狀的管子 保護這個 冠狀動脈 然後打線影 這樣子就可以把 冠狀動脈攝影 照得很清楚 就是說從19670年代以後 真正的 冠狀動脈攝影 才算成熟 從1929年一直走到 就 六七六八年 剛剛查了一段時間 就忘了 這只是診斷 那就是看學院裡面 有什麼事 那我們今天 第一個問題 就是要問說 什麼時候需要做這個事 新導管 新導管不好玩 你看 人家做了40年 才把他勾到 人家進去 要不要勾 要不要去做 嘗試呢 現在就算技術再好 沒有人會沒事 他找我 所以我要做新導管 我就幫你做新導管 沒事 怎麼辦 要先篩檢一下 所謂篩檢就是說 你總要有點到 這是什麼危險的事 總要有點到 如果有哪個醫生跟你講 說新導管很簡單 從來沒做過 從來沒做處事過 你應該把你做了幾例 他一定沒做到一千例 他做超過一千例 他就知道什麼叫做有事 不管怎麼講 我們總要做個篩檢 篩檢其實 希望 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別忘了 這些病人 或是來篩檢的人 是可能是真的有病 因為是有病 血管補的越厲害 工作一般的檢查 也可能出事 只是說出事的機率高低了 最常用來篩 你的心臟 血管和補塞的方法就是運動 我剛剛講就是 血管它如果篩的不嚴重 它順應你的需要 運動的時候 它會有伸縮 對不對 擴張 手縮 所以它可以供應你的血量 所以你去運動的時候 你的血管只要塞得不嚴重 多半都可以增加三到五倍的血流量 來供應你的需要 你也不會有什麼缺氧 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是 當你血管塞得夠厲害的時候 會發生缺氧的心臟病變化 這是在幾分鐘之內 這個是完全正常的 你可以看到這尖尖的這兩邊是一樣高的 可是能運動以後 到這個C跟D的時候 不然就掉下來 看完了 看懂嗎 看懂你都變專家了 像是新年齡 報告 你自己看 看醫生有沒有騙人 醫生可以講陽性 你拍講陽性就陽性 這樣 掉下來要掉很多才算陽性 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說這個 這個檢查有多準 這個檢查不是很敏感 不是很敏感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很essensely 就是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找到了幾個器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三條 冠狀動脈 不要的分支 它有時候會互相支援 你沒錢 我借你錢 看不出來你沒錢 那到什麼時候它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兩個都沒錢的時候 那要很嚴重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你沒錢 我現在在你跑運動系列 你那一條血管 在跑的過程中 我這邊拼拼送血給你 所以我說 不是很敏感 這樣聽懂嗎 問題是 問題是 要是做出來了 事情都不太小 聽懂嗎 就是陽性的預測值很高 如果醫生跟你講 你運動試驗有問題 要把它當回事 簡單講 他講這個話大概七八成可靠 好 這個是我們 不然攝影看到的 冠狀動脈跟它的分支供應 像肌肉有 那我們剛剛講 有三條比較大的血管 所以三條血管供應的區域 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它之間可以有這種 維繫的血管互相支援 叫做測肢循環 但有人就會想很直接 如果今天有辦法 測心臟肌肉裡面的血流 如果哪一塊肌肉裡面的血流 減少 應該比較確定 要不要比較缺氧 而且可以確定是哪一條血管 而且可以確定 缺氧的範圍大 這個就是 做一些分支掃描就是這麼大的 看到說像這一塊肌肉就 休息的時候 應該是整圈都是紅紅的 在做運動的時候 這一塊 這一塊本來應該是 一個馬蹄形的心臟形狀 在運動的時候 上面這一塊就可以把 這也是另外一個角度的 馬蹄形形狀 在運動的時候 這一邊 黑黑的就是表示血流過不血 就可以看到說 喔 這一片 其實我沒血 他就看了 你下次也把你的核心血 上來拿起來 醫生跟你說 很嚴重 你說嚴重在哪裡 他夠打片 也缺過嚴重的血壓 紅紅亮亮就是血流送足 暗了就表示我沒血 你說這個檢查有沒有比較可靠 比較敏感 他的良性預測值 他就成了 剛剛那個運動試驗室有進步一些 那其實 以現在的科技 直接可以看到血管的檢查有沒有 就是所謂的電腦斷層 過去電腦斷層 其實從1970年代 1980年代 就有發明了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看心臟 因為心臟一直在動 一直在說說書章 一直在晃 看那個照相機 像以前我們老的照相機 去看那個照相 照100米的賽跑 去看那個磨磨磨磨磨的影子 那道理 早年的電腦斷層 因為他速度太慢 照相的速度太慢 所以他沒有辦法 catch到很清楚的影像 所以更不要講說是看心臟的血管 那現在的電腦斷層 因為電腦科技的進步 他運算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他可以在十秒鐘不到的時間 就把影像處理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在高速電腦斷層的影像當中 從此打血液機看到明顯的 schwulin的影像 先看得到這裡 有一個狹窄 就是三空空間 地體合成的定位 protects 在看到的影像 這個是這個病人 後來去造心臟管的影像 剛剛清楚 當然 而且呢 有很多人怕做心臟管 他就會去選擇 包裝頭脈 被導斷層的設計 你說有多準 他的準確度 顯得像你想的那麼好 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檢查 當然這種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影像是OK的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假影 或者是一些 看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因為他真正的 我們講的量心去測試 也就是跟 跟這個 跟這個 前面兩個檢查差不多耶 可是我們幹嘛要花錢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這很貴 兩萬三萬塊錢 做這個檢查 其實是 你是要看他 因性的測試 就是說 你做這個檢查 不補 做出來 說你沒病 去放邊泡 簡單講 大概是真的沒病 大概99%的機會 才會發來 那你懂嗎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個檢查 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講說 你要做這個檢查可以啊 可是你要 你的心理 要比較踏實一點 可是要去 如果跟你講說 你90%有病 要花了 要開始做心臟管 我講那麼多其實是在談一件事 就是由於這個貢獻 人喔 在所有的東裡面 排起來 其實是相當敏感的 大概是 紫筆光啊 豬啊 都比較好 一般講的由於輻射的劑量 它的 大概是 大概是 照 它的單位 大概是 10的負6之方 上來的話 大概是 120 維希果 這是輻射劑量的單位 有個概念就好 我們一般講的是 豪希果 所以在乘以前 大概是 0.12 就是照一張X光 大概是 0.12 豪希果 那我們在天然的背景 你喝的水裡面 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質 光也有啊 做物也有啊 或者你到陽明山去洗溫泉也有啊 像 發發發發 加起來一年 大概有 三個豪希果 大概是 照二三十張X光片的劑量 都會裹不掉的 你只要在地球上活人 那我們做一次 肚子的電腦斷層 很多人都做過 好 好 10到10的好心 已經超過天然背景值很多了 那我們現在來講講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 電腦斷層 腦漆的機器 它會增加大概 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的癌症的機會 今的機器呢 大概是千分之一 是怎麼算的 腦斷層 剛講 那X-grade大概是零點零二零點零一二 現在的機器比較好 然後呢 一般人呢 法定的規定是 一年是一個豪希果 我剛剛又講了 天然背景值就兩個豪希果 那你如果是 不是 醫療從業人員 也不是靠X光來吃飯的人 應該是三個豪希果以下 對不對 不是法定的啊 根據是什麼 根據兩個元人在 好 我們是靠 X-X光吃飯的 所以法定 規定就比較鬆一點 你可以一年造五十個豪希果 可以造你們的 二十五倍 然後五十倍吧 五十倍 我們靠這個吃飯 你懂 我身體比較好沒有 我們每一年要做特殊體檢 五十個豪希果 五年的累積 劑量不能超過一百個豪希果 這個是法定 為什麼 因為二十個豪希果的 暴露的話 就有千人之一 就要 身體的基因 受到損傷的機會 就有0.04% 那 不要累積到這樣劑量 又不是太難 為什麼 做個盒子掃描 就說 每年做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覺得他是鐵金剛的 你看一般的新導管 平均大概是五到八個豪希果 那半成血管攝影 剛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五點 現在大概降到兩個豪希果 可是再怎麼降 都比你法定的很多 照這些檢查的時候 在幹嘛 你錢多還是升級好 所以我通常跟我的病人講 你心導管 你要先想 你要先想 你這是什麼來的 再來做體檢呢 還是你真的有胸悶胸痛 你這個胸悶胸痛啊 到底有幾分啊 可能是 心臟病感的 你要先看看自己的年齡 過大 血壓夠夠高 血脂夠夠高 你的血壓夠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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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抽菸 你會嫁住死 家族死的意思就是說 男生有15歲以前就發病 女生有65歲以前就發病 這個算早 通風也好 或者是心情也好 如果這個六項 六個問題中間 有超過兩個以上 那你應該幹嘛 招向嗎 沒事吧 應該去做運動行業 檢查的風險 就是說 你檢查到一半段 倒在台子上的風險 其實只有一半分 而且這個檢查沒有有禮物證 我們剛剛說他不夠敏感 對不對 可是他如果做出來有問題 那你就值得再查 但是做出來沒問題 那就是哲學問題 常 就是看你的個性 你是要追根究極到最後的人 那我就直接建議你 拿去跳過去 去做電腦段子 因為你只想遲到答案 對不對 然後你又有危險名字 那如果說 照傳統的做法 在電腦段層還沒發明以前 其實大家都會 先上電腦去做 就是說這個比較敏感 這個比較不敏感 我用一個更敏感的方法去做 那他為什麼或是少 要放在後面 因為他的股色機 那你 要不然做新鑼管 只是根據這些結果 你如果電腦段層看到 很可疑的病照 我們剛剛講 他的氧性預測指名不高 可疑做出來不一定真的是 這個時候你為了確認 因為他可疑 你要確認 就值得做新鑼管 現在不然就是 你運動新鑼圖陽性 你和掃描陽性的結果 那我們講這個 有問題的機會很大 那你就值得做 因為我們比較少 直接做運動新鑼圖 就跳去做新鑼管 比較少 比較少 當然不是沒有 剛剛是講 誰要做新鑼管 為什麼要做新鑼管 那我們今天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那你真的做了 發現你那麼窄怎麼辦 會談整治療 這大家喜不喜歡 這就道高所說 當然不太喜歡 要開刀 開胸 心臟 要不太大 我推開 開到心臟 那當然 大家 會習慣 這 在19 剛剛講 有時候都可以講 那幾個人 很無異 把疾管造清楚 那個年代 沒有別的治療方法 都吃藥 開胸 我們現在都知道 氣球啊 或是氣球破障啊 或是支架 這個其實都是相當晚期的事情 早期 在1970年 8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外科手術是 塞 常用的方式 所以這個技術呢 其實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好的 大家都知道外科 必須要守很強 所以 你要找到一個好醫生 不太容易 各式各樣的方法 接血管 可是 都是要把心臟 從外面的故事才能做得到 1964年那個時候 既然管子都進去了 當然會有人想說 那我從管子裡面 因為整個東西進去治一下不是很好嗎 在做都會對啊 然後那些時候人也對 人通齒 心心通齒裡嘛 那個叫殺雞 幹嘛要用女儂刀 那個人 哪一定會這樣想 這個人叫 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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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就是 第一個 把它佈出時間 不是臉死 看起來就是一個神經成績的意思 是一個腳 腸膠病 把血管塞一泡 血液已經快爛掉了 以前沒什麼好辦法 就截肢了 要截肢以後 平均活八年 那你就說 他能不能截肢 但是因為沒什麼好東西 你剛剛講的很簡單 大家說 對啊 對啊 裡面怎麼去 通什麼東西進去 但是沒有東西 就像當初對新老闆 為什麼要用尿板 因為沒有人 不知道幹什麼東西 繼續那麼怕 後來想想 還是回去問那個密尿科 問密尿科 因為密尿科有一個絕招 叫做 擴張區 有些 病人在早期 有個結合病 或什麼 會尿到狹窄 那密尿科醫生呢 就用通條 擴張 打起來是滿痛的 吸的 把它搓大 快粗的 再搓很大 然後那個尿道就會比較痛 簡單講 這個大科醫生呢 會想 那我就拿通條來通通 就從那個 外管裡面 生一個通條來的地方 細的搓完了 用粗的搓 這樣就比較好 可以給它 搓過去了 然後病人也沒發生 不死 血管看起來比較快 血流也 變得好 因為那個腳 現在不用多那麼大 受到鼓 其實這個人只做到腳 到1974年 瑞士的醫生 這個 激進到人類 驚託 剛剛那個大噴大噴的 就是物語類聚 然後就是 找些那幾個 開路線封 在其中一個人的家裡面的廚房 在廚房裡面做研發 在廚房裡面做研發 還好那時候沒有什麼叫做人體試驗委員會 那時候沒有什麼叫做人體試驗委員會 做了就做了 現在做任何醫學實驗 當然 對病人的好事說要做人體試驗 可是 經過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 其實你要知道 就是很多東西的 相對的就受到阻礙了 當時他們在廚房裡面做出這個氣球 他只能充氣一次 充氣一次呢 也送不回來 他把它扯出來 簡單一點 然後 終於給他等到一次機會了 有一個十幾歲的病人 到醫院 給他做一些管攝影 看 哇 就在補蛋的地方塞 藏先生 你要有個辦法 不要開刀 撐一下就會好 你要不要 想不想這樣 你事業委員會 很快把握 沒把握 我相信 他變成這樣說好 他也就拿進去抽了一下 然後破了一下 竟然通了 當初 一開始做了三四個病人 不成功 可是都 你可以發現都是在前面 沒有在很後面的地方 因為他在後面還要把它扯出來 那有時候會造成血管層傷 所以他也很聰明 他剛剛也這麼做前 剛開始的幾個病人 有一個是追蹤了十年都沒死 非而倒霉的 就是四個月以後就突然死掉了 不過 不過 這個本來 沒有開刀冷治的病 因為這個技術 就 可以沒有開刀 另外一個是類似的地方 病人就活了十幾年 前面那個病人 過了十幾年 就突然死亡 這醫生 又是醫生 他這一輩子 也是幹了這件事 但他這輩子的學術論文 只有兩件 一件是這個海報 貼在醫學會的海報 還有呢 就寫了那幾個三四個病例的病例報告 然後扔在一個雜誌上去 他這輩子 在學術上 只帶了這兩件事 1985年 如果有獎就要頒獎 他們覺得 能夠通血管 其實是跨時代的很大事情 要把這個 說官方透賣的 血管全部找來獲獎 對 你認得他嗎 第一個 做豬尾巴導 這個你認得他 拿那個管子去勾學館 照照學館 誒 你投了寫個信給他 好好好 很高興 這個你認得他 一個通角的 他也很高興 接照信 這個你也認得他嗎 大家都很高興 85年之兩都悄悄了 這個也悄悄了 這個也悄悄了 大約好了 連這個都悄悄了 這個比較小 專科醫師考 我考考 心臟專科醫師那一年 我們初級的老師就 臉色沉重的問說 就85年12 中二十幾個人 我說哪一年不死的人 又不是啦 死了 事實上的心臟科醫師 他是最可惜的 對 一年早死 你看他現在沒有那個 找厚厚的相片 後來是飛機四四死掉 所以要怪他自己 因為 開始做了嘛 就是很有名 但美國人什麼都沒有 就是有錢 就把他重金禮病 從瑞士挖到美國去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做 手術的表演 就是把手術過程實際的 放給大家看 那 如果太大了 東漢西漢跑 要坐飛機 然後在這邊坐完 他要飛到那邊去坐 他嫌這樣還要等飛機 就自己來 剛開始別人開 後來他自己開 自己開有一天呢 大雷 卡台跟他講說 你飛太低喔 要拉高一點 他一拉就撞山了 不然才知道他老的飛人 所以不是那樣 你不要幹那種事 1980年還有很多種想法 都出來 就是說 有人說那個硬寬 把他削掉 刮掉的時候 比較會衝 對不對 還有人拿一個鑽石頭 去磨一磨一磨一身 有時候鑽一鑽 螺旋刀 鑽一鑽上 再把它洗走 管槍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不理事 一看就再堵塞 講一點 道理 因為血管堵塞 大家都很熟了嘛 對不對 會有一個硬化板塊 我現在用氣球把它撐開 我撐成功了 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沒把它打得稀巴爛 他怎麼會撐開 懂我意思嗎 他裡面一定有內皮的 血管的裂殺 不然怎麼撐得開 東西都沒拿掉 就要幹嘛學 你說我用花的磚的磨的 把它磨掉 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 東西把血液跟組織隔開 把它笑得乾乾淨淨淨 傷口很大 不知道將來的解發 早期 他們那些人做氣球擴張的時候 發現做完了半年 半都變得又不一樣 他們也都知道 所以剛剛這時前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 那時候我們能夠發明一個東西 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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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學生就是 把他的想法做出來 結果他學生 哇 也不舒服 他 一個七輛到十來十 一個七輛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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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開一輛 飛機 你覺得飛機太不安全了吧 可是 我們抓個支架 他不會縮起來 對不對 不管比較不會縮 因為他縮到一個程度 支架去撐著 這血管還是會解發 那種意思嗎 那個解發那個傷口 還是有一定 所以 還是會塞回來 這比這個光用氣球 這樣撐一下好多 氣球撐撐 大概百分之五十 那你又回來 那這個架子裝的人 大概百分之二三十 就會回來 那內模撐撐 雖然經過這個支架得到改善 可是 還是不理想 不理想怎麼辦 想到說 那 那有些人就想 那我們在這個支架上面塗藥 什麼藥呢 這個藥就是抑制潔疤 減少細胞增生 這些藥 上去以後呢 這個傷口 比較不會長那麼厚 比較不容易再塗 這觀念好不好 啊好啊 欸 要不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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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第一個好不好 坐 好耶 要死就不要了 跑到華西聖寶頭去坐 到南美坐 坐南美 坐以後 那我發現 真的 這年都很好 這年很好以後 他們在美國才開發 美國人做 這是穿透的支架 他的內膜真真很厚 鐵巴 除了藥 很厚 寶寶的醫生 才出生 他2002年 在美國上市 他瘋狂的做 反正幾個病人都做 那時候 到2006年 在歐洲心臟學會的時候 發表一個報告 說 土曜支架 裝完以後 死的比較多 所以我就想起來 欸 有個人體試驗委員會 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美國 開會的時候 美國的那個 電視廣告 一天到晚在廣告 你有沒有抓土曜支架啊 有沒有出事啊 有出事來找我啊 那什麼 律師跟廣告 律師跟那個醫生 是死對頭 所以我叫我兒子 去念律師 保障多一點 因為沒經驗吧 簡單講 不要呢 要拿去太多了 那一個呢 是科技的問題 科技呢 在那個時代呢 做這個支架 擦子 沒辦法做太細 那你就可以看了 那這兩個因素呢 造成說 那個血管 雖然結疤減少 可是內皮要再重新長起來 也噴到離子 也就持續有一個 被稱的 髒髒的傷口在那邊 血酸的機率 當然還有一些少數原因 比方說對你塗的藥或 在那個 在那個藥的那些化合物 都要過敏 他講就是 就是內皮修復慢 內皮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隔絕學藝根治 我想你一定要這個觀念 任何的介入治療 就是一種破壞 它都會打破這個 那你看這個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影像 這個貼貼的 這個雙方組織的支架 這是很切的 最理想的 希望它內皮 開始修復 毛毛的一層 不會 毒打血流 造成狹窄 又可以隔開組織跟學分 可是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支架 都在那裡 雖然貼得很好 但是你找不上去 因為那個藥 很強 還有一些 當然是技術問題 就是支架沒貼好 這就跟手術者的技術有關 比如說 一個傷口持續在那邊 會發生什麼事 哪一個傷口要長好 它大概三個月就長得長 塗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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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反而不長 或長得半 比如說 一代的塗藥支架 要長八個月 本來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吃那個 抗血小板的藥 抗血酸的藥 大家都只吃三個月 三個月 那三個月以後 到他整個長好之前 就容易發生這個事情 像這個病人是 創了一年半以後 又發生心情改裁 那發現這個事情以後呢 美國就開會了 把全世界的醫生都照回去 然後2006年那個 報告出來以後 2007年 2008年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 後來發現說 既然是 傷口一直在 那就是血栓藥多吃一年 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候就定下來 裝支架以後 塗藥支架以後 抗血栓藥要吃一年 少得吃一年 那個傷口長起來 那當然醫學界 它還是會不斷地求 或改善 第二代的支架有做一些改善 這是第一代支架的那個 裝架子 那麼粗啊 雖然是圍銀 可是 還是相當粗 看起來就舒服 對不對 這是新一代的支架 因為我們有81個圍銀 那只有原來的一半左右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 它越細越薄 它只要有足夠的支撐力 它比較容易被 內皮再覆蓋起來 再包住 那傷口就比較容易整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那第二個很重要就是說 改變了塗藥的技術力 因為我們都知道 傷口運河 就算到三個月左右 所以你那個藥 其實只要存在三個月 你三個月以後 還在那邊放藥 就不需要了 那這個技術也是有突破 經過這樣子的以後 這幾條線子 是給你一個概念 就是說 發生事情的機率就減少 死亡率也減少 所以 用量不增加 所以它比較安全 所以 現在也沒有第一代的支架 比如說第一代那個什麼 洗浮支架 那些都已經沒有 沒有 已經都挺長 現在你弄得到的都是 第二代的 洗的支架 因為清的支架已經相當安全 所以 它 剛開始 弄到九成多 後來一下子打入冷風 沒有用 那現在回到一個 任何的科技 都有這個過程 在做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點感慨 在這個時候 裝 對 你先生不是也是嗎 那以後才發現 還以後不是他 要不要裝 比較準確 還不是錢的問題 那後來這裡當然是很好 中間有很多人 所以不裝 它 一直出來 一直通 有啊 不裝 然後是悄悄的也有啊 所以 我們醫學在看的時候 能夠 可以 就是說你不能講 以前的醫生都笨蛋 做錯事 就是更不應該現在還去告 一個 十多幾年的案子 要怎麼告 那個醫生生意義的嗎 不是 最新的當然是這種 可以吸收的 主要魔匠 所以不叫支架 因為它 是一種生物材質 它是一種乳酸的聚合物 那這種乳酸聚合物 再放進去以後 它的支撐力也還不錯 那最大的好處是 它會分解成二氧化碳跟水 那這個從我身體 就直接可以吸收 不要拍掉 那大概兩年以後 這個東西就 血管裡面就不見了 那最大的問題 還是它的後部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 現在新的 主要支架已經吸到 大概八十幾個人 它還是跟第一代的支架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也可以想像中 它現在的問題 也跟第一代支架差不多 就是太好放 但是它最大的好處就是這個 放下去的時候 就這樣 這個月以後 兩年以後 血管就像新的 最早做了一百多個人 到現在的好的隔量 其實血管還變大了 為什麼它吸引人 就是大家從前面受到教訓 你知道嗎 現在建管局做的幾個人 你要用自己 大概十一萬 最早第一代主要支架 剛出來的時候 一樣的價錢 就現在要不要用 調查一點 你們知道市場有什麼 它講的是什麼 它講的是說 你不管怎麼講 是不是有風險 這個風險 不管是來自你的手術本身 或者是來自你的疾病 或者是來自你的器件 發展的受限 就是有風險 雖然把風險已經降得很低了 還是有 再怎麼低 都不知道你誰要裝 每個主菜都要裝 雖然有點複雜 你只要看幾個地方 這是 我剛剛講 冠狀動脈疾病的嚴重程度 這是五年的存活率 一二三四五 你總可以看好 越多就是越多條血管不好 這樣聽得懂 那你就發現說 越多條血管不一定 存活率越差 而是什麼 哪一條血管 主塞多少 在哪個地方 吐塞 比較嚴重 就是說 你如果是在 導血管 我剛剛是一條血管 我的位置不一樣 就是第一個要知道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隔閉心臟衰弱的人 他的癒或不好 表示 吐塞的血管比較多 或是他是吐塞比較近端 他管的範圍比較大 那這種 總算的說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再看看 就是 我們五年的存活率 如果是 越嚴重的人 他的五年存活率 可以只剩下六成 那就是有四十個聖多半 我們講五年 四十個 五十多大 大概就是一年八個聖 所以你越嚴重的人 你就要用你的幾個聖 去跟 我們開刀 還有通血管的 通血管的風險 通血管的風險 大概平均是兩個聖 外科開刀 好的地方是一點多聖 像我最近是一個 那比較差的地方 是三到五個聖 繼續想 所以你今天如果 對一條血管 用百分之七十五的狹窄 那你五年的存活率 是百分之九三 百分之七的危險 七再除一才二 1.2 就這邊任何一個比起來 我說 哇 你做 蛤 你這樣做 我沒講清楚 還是數學不好 一年的風險是1.2% 你現在通血管的風險是 1% 拍刀是3% 你這樣做 你自己想清楚 好不好 看刀 好好狹窄 就 覺得沒做 不夠本 我會變 最常說 捅都捅了 把它做完吧 好像說 我錢都帶來了 就把它掛了一下 第二個 缺氧的範圍大小 直接跟你的育後有關係 缺氧範圍越大的 紅色的是指用藥物指藥 藍色的是同血管 你會發現 缺氧範圍超過20% 是要 你的風險是6.7% 可是呢 你的血管是只有2% 你範圍越大 你的血管越多 堵得越嚴重 堵得越嚴重 堵得越前面 堵得越前面 就越應該要做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你說我現在就是很想做 可是呢 就是大概是70%上下的理財 我當然要做 也有一些客觀的檢查 可以看 這是一種 就是血油儲備分數 它是可以生一個壓力導管 導線過的那個狹窄 通常有狹窄 在這個狹窄的遠端 血流就會減少 問題是這個減少了血流 夠不夠後面的肌肉用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這個狹窄的後面呢 心臟肌肉範圍很大 就算它只有60%的狹窄 它也可能不夠用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算這個分數 只有0.6 它只有六成的血流 應該要八成以上 可是如果它後面只有一小塊肌肉 那這個血管呢 就算堵塞了85% 你來講我意思嗎 可能還是夠用的 那這個血流分數 就可以告訴我們這些事 這個也是在方法上面 所以現在 越多這種客觀的東西 我們就比較能夠做決定 依據這個來做 就比較好 我要強調的是說 你沒有到那個風險 要去煎一煎要不要做 我講這話是有保護的 為什麼要煎一煎要不要做 我是說這還是個選擇 一定要不要做 對 不做跟不做 還是會有危險 兩個的機率 對你自己 我說2%跟4%比較好 我的病人很樂觀地說 哇 好欸 我不要做 為什麼 因為我90%又沒死 我另外一個病人說 哇 這不做不行欸 為什麼有增加一倍的貢獻 從2%變4% 是哪一種的 要害 我們都可以廢物 那是一種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是很關心的 那至於說 另外一個選擇 常會面臨的就是說 欸 真的太複雜了 好多條血管 好多個地方 那你到底是要開到 還是要充血管就好 通常就看通 有不有力 好通的 你錢也還夠 那當然就是介紹 不好通的 你硬搞 花錢 又消不了災 那我勸你還是去開刀 這是可以爬的 因為中間的變數太多 有很多人明明知道不好做 他說我不計代價 花多少錢都要做 試一下我就不死心 有沒有說 有 因為醫學 就沒有辦法 這樣 我們現在叫做團隊 就是說 碰到比較複雜的 運地 我們就是另外一刻會開會 我告訴你 有缺點 奇葩奇葩奇葩 你在根據你的分子 去做最後的決定 那我們就尊重你的決定 那你決定了 我們就幫 那這張出來看 這張是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以為 花了支架 就不用吃藥了 是嗎 剛剛你如果有聽的話 你就知道我們是這回事 第一個 這個 通常支架 你把內皮 打得西班牙的 對不對 傷口癒合自己 沒有要吃 那內皮有傷口 的時候 血小短就會去 他的好意 他好意 他要把這個 傷口補起來 讓他長 這個就有可能 會形成血管 補塞血管 因為我們知道 裡面都是有效益 這個問題 那我們最怕的是 星際點菜 這還記得 什麼叫星際點菜 就是 傷塊的表面 的 裂傷 等 血管 那 什麼叫做同血管 同血管就是 氣球 或是架子 把血管架開 製造傷口 有錯嗎 沒有 腦腔會變大 可是有跟心際點菜 有什麼樣樣的 沒有 因為你 追抗血栓的藥 反共 不是 不是只吃一種 你叫趙醫生 只是只吃 那第二個 為什麼說 裝了之下 要吃藥 你認為是個病可來的 你還是你 你有換個人嗎 說你裝了之下以後 高血壓就吃好了 高血壓吃好了 你的高膽不準也吃好了 你的高血壓也吃好了 你什麼病 不加自白硬 是這樣嗎 絕對不是 才是 會發生 在肚栽 或者是新的肚栽的 某件 仍然存在 所以 你認為 可以不是要嗎 在美國 認為膽固醇 是最重要的 肚栽的因素 就是 在血管病裡面的肚栽 因為他們 做過四次的營養調查 發現說 把膽固醇降低 才會減少 所以他們在1976 以前80年的時候 他們就鼓吹 大家少吃 所以 大家都很聽話 40%的人做好 欸 之後也打不下來 那 到了90年代以後 繼續鼓吹 少吃肥油 為什麼東西會餓死 所以飲食控制就有限 結果 欸 美國人 反正說 還在醬 為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這樣哪不成的藥 以前 在心臟學界 認為 夠減少 對於在血管裡面 唯一的半 所以 剛剛講的 抗血栓的藥 跟這樣哪不成的藥 是我們認為 基本上 如果要雙支架 或是已經有明顯補餐的人 你非吃不渴的兩種藥 所以這樣哪不成的藥 你anytime 都要吃 不管你是裝哪一種支架 那 傳統的支架 因為傷口癒合比較快 所以你 抗血栓的藥 大概只要吃 三個 塗藥支架 因為新的塗藥支架 比較容易包起來 所以現在我們健保幾乎六個月 哪不成的藥呢 一種的 抗血栓的藥 在這個急性期過了以後 你至少還是要給我一種 抗血栓的藥 抗血栓的藥 因為你今天沒有病 沒有病真的就是白講 有病就是要 是要真的有那麼好嗎 那如果 陌生性很好的 都會知道 2007年有一個 我的研究很有 就要有氣面 在那個 2007年是什麼年代 是塗藥支架 使用率90%的 在那個年代 如果你血管被人家看到有阻塞 那個醫生不幫你裝支架 他覺得很罪惡 你覺得你那個錢沒有的話 你也覺得很罪惡 死袋 做了一個研究 所以這個研究很有勇氣 對不對 他做什麼研究 他跟病人講說 我們要爽指架 要把你的血壓血糖 血脂肪 抽菸 運動 做好 他把病人分成療組 就是這樣子 最佳化的藥跟生活型態 另外一組呢 就先給他裝支架 然後做一樣的死 然後追蹤了五年 結果發現療組 發生心肌梗塞跟死亡的幾率 那時候你們回去翻報紙 那個時候頭版 頭版 頭版是這樣子 不能夠延長生命 其他某種程度來講 是對的 歧視這種 比較慢性的一點 你如果 沒有把你的基本問題解決 或是控制好 你期望 裝了一支支架 解決所有問題 這場天開 可以跟各位報告嗎 所以 在我們的立場 其實預防還是重要的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乃乎醇的藥 還有抗血酸的藥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會一直 也有個疾答 即興心肌本塞這個危險 一直都在那裡 到底怎麼樣可以發生這種事 我們就講 你預防做得好 那你就是把三高 五天陣這些東西控制 盡量控制 可是還是有人不興奮發生 我們也講 這是因為破裂 血栓 骨絲的很暖腔 那我們又告訴你說 三十分鐘之內不解決 肌肉就不要死 十個小時之內 不弄了 也不用說你直覺 我要怎麼辦 你在這個三十分鐘到十二小時 你要幹什麼 是我不要幹什麼 對我們而言 舊的越早越晚 但是大家要想 便只能管你進了這一塊 另外這一塊還要靠你 所以痛個半死 你就是不來醫院 那不會辦法 因為教育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 有心臟病的人 或是有危險因子的人 要發生持續的胸痛 超過十分鐘都不好 你就應該要跑到急診室 臺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的救護系統 那個不歸醫療單位房 最為是努力不管 它是歸消防疏管 因為它是屬於緊急救護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救護車上不會配醫療人員 它沒有辦法幫你做心臟 它沒有辦法幫你做心臟 這個情況當然在改善 我們目前 全臺灣大概做得最好的 就是在到院後這一塊 可以在你到院以後 很快的做心臟 做了快診斷 很快的早 來幫你做到大同學管 所以在國外就希望你 如果是打血症 我們也其實是在三十幾分鐘 實際上有同學管是在 那我現在剛剛講的重點就是在 從你開始有症狀 到你到醫院的這一段時間 還是各位最大的學生 因為通常我後面才怎麼做 也只能讓你省 就是你在外面 晃就是幾個小時 不好意思嗎 所以你真的要想要早一點做 你就早一點來 有些人當然不能來 因為不是在幫高雄師做廣告 可是現在全臺灣做最好的是高雄師 當然是他們去見所有的幾級醫療人員 他就幫你錢做心臟 心臟土能 現在手機都很方便 然後打個手機就傳到醫院 值班的醫生的手機一看 喔 親機梗塞 好 大家來 大家來 一進醫院呢 就馬上被推到大同學去 又進送醫院 然後呢 把這個國際標準的九十分鐘 壓到只有自己 所以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 進到大同學的上升 他們這樣子的話 從病人的胸口一直到達同學管的時間 國際標準是兩百分鐘 從做這個事情之前的兩百四十分鐘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也希望說 這個可以推到全部 現在已經大概有幾個縣市開始了 台北社會開始了 那最後就是說 通血管的人 都會到處找血管通 那你只要有血管的地方 也都可以 血管雙指甲 就是通到手上去的 大腿的 或者小腿的 通完以後 可以通到大腿的 通到大腿去的 小腿指甲 那 那 風血管 我覺得講